中国女排引赴在四连上的强势表现挺见世界在六强,当我们还担心中国女排会遭遇重重挑战和困难时,面对美国和俄罗斯的比赛却异常轻松,主力阵容3比0横扫美国,使得轮换阵容又3比1完胜俄罗斯。 中国女排正在慢慢成为世锦赛,真将的冠军热门之一。 第二阶段为什么会有如此明显的进步? 很简单,因为中国女排打出了精彩的团队排球,胜利属于每一名球员,正是其他多名核心球员的出色发挥才分担了朱婷的压力, 才让中国女排形成多点开花的局面。 龚翔宇,张强宁渐入佳境,也女友如神助,丁霞打出了世界极二传的风采, 汪梦拼搏镜头十足,当然还有一如既往强势的朱婷, 正是他们和丽导演的两场精彩大戏,结局都那么完美,保持下去。 中国女排中冠式锦赛冠军就不是梦,冠军需要真正的完美,需要各个位置都打出世界顶级水准, 中国女排距离完美还差一点点,如果非要巧毛病,那就是中国女排等待一人归位。 她和龚翔宇一样,有出众的天赋,外界对她的期待同样很高,狼平希望她成为世界极球星, 说的就是主力复工袁新月,不是她表现不好,在很多场次里,袁新月表现很好, 但外界一直期待像苹果真正爆发,蜕变。 换句话说,袁新月距离外界的期待还有一段距离, 袁新月是要像龚翔宇一样来一次真正的大爆发,而且试词,试的爆发。 球场比赛下来,不少球迷表示,只要丁霞和袁新月配上,我们基本就不怕了, 中国女排就接近五锦了,虽然比较夸张,但却只有道理,出色又努力的丁霞通过合理, 大胆的分配球激活了龚翔宇、严妮、张长宁、李盈盈,极大的分担了朱婷的压力, 只有袁新月这个点还没有完全配上,如果能激活丁霞,袁新月这对组合, 中国女排或许真的可以争夺市锦赛冠军,两人一直在努力,断平快,被飞, 通过不断的跑动来寻找最抹气的结合点和节奏,还是那句话, 不是袁新月表现不好,较前段时间,袁新月已经有了明显的提升, 扣球成功率比较高,巴黎非常凶猛,从个体的表现及数据看绝对是一名合格的复工, 但需要他和丁霞能擦出更精彩的火花,让中国女排真正拥有多点开花的底气, 换句话说,市锦赛冠军需要激活袁丁这对组合, 接下来两天的调整时间非常关键,丁霞和袁新月可以有更多的交流和尝试, 以袁新月的天赋,他一定可以迎来真正的爆发,爆发需要有人激活, 丁霞会是他的答案吗?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